我老君 这个暑假 还说的陈千千在心汉灿烂 就穿了处理在28级的苍蓝绝 而本座在 反复无常 毫无原则 没错 我有单方面的核桃和好了 就这样吧 还瞎不瞎吧 今天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一部 不多次在微博案里 比进过我们2021年十大CP的剧 《茶楼不缺》第十八期 余淑星 低语系主页 改编子处理编辑的同名小说 《月光变奏曲》 他 原月社编辑处理 充满正义的阳光汉北 编辑界的勇敢的心 执笔之人 一身之志乐 在于自由 懂内容懂封面 懂妖风 事事用心 无论是年少的偶像 还是心境的顶流 抑或是过气的作者 不被接受的新人 他都尽心尽责 正当红的小说作者 温润如玉公子川 被严肃文学大家的父亲认为是非主流血手 对读者温润如玉 私下里毒舌臭屁 一个擅长写东方幻想的大打 所以是 东方 故事开始前 两人素未蒙面 但网友三年 在网上 他是猴子 他是狐狸君 同为夏目术舌的忠实读者 彼此欣赏 互相吐槽生活里的乱七八糟 现实中 昼川是圆月社给处理的转阵考验 为了签下昼川的书 他变成了一只狗腿子 不仅书读他的大作 更每天清清恳恳呼唤他的名讳 甚至抓住了他有关父亲的痛点 圆月曾是周古玄老师创造销售奇迹的地方 你难道不想在您父亲曾经的战场上超越他 成为新的奇迹吗 在悖剧了10086之后 仍然态度良好的给出方案 地上名片 而他帮着猴子一起疯狂吐槽的万恶作家 竟是他自己 早就暗恋猴子的狐狸君突然泄入胶着 他急需两个帮手 一个二狗 一个呼喷狗友 他江雨晨 昼川的士娇 发小兼同行 我喜欢你 对不起打扰了 名副骑士的成功人士 由一个气质编辑女友前任 由一部豁出圈外的小说上本 由一个天赶粉丝处理快被抢走 有了帮手的昼川正式开始 处理捕获计划 Round 1 街舞真正嘴硬川 处理一心都铺在工作上 他贸易出外情 却看到昼川特意留的伞 结果狐狸的嘴比鸭子还硬 我们自己什么要借你伞 所以说 那天你把这把伞放在门口 并不是借给我 只是单纯的觉得伞太重 还是说你想做一回 大雨中狂奔的青春少年 他认认真真叫对 他的稿件做删解 他一口规矩 然后又发现了他的专业 疯狂给自己找台阶 是不是我 大发慈悲 勉勉强强强 删掉的 也行 Round 2 虚虚善有狐狸君 昼川听说他的工作遇到问题 非常想问又嘴硬 我都去的他两次了 我现在在演发他凑了 然后用狐狸君刺探消息 并且疯狂暗示 你快去求昼川啊 不是还有昼川吗 再唤昼川口仙体正直的帮他 最后不忘用狐狸君按垮昼川 我就说吧 昼川肯定想了你 初黎不惑计划 有了初步进展 初黎被狂者 照顾这只大型没饭吃 昼川川 看着初黎在自己的厨房 为自己做饭 当然要第一时间炫耀 我居然感受到了生活 它竟然是个动词 此时的昼川 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直到初黎切下了江雨晨 昼川才知道 自己那么大一个漂亮编辑 马上他就要从 初黎唯一的大打 变成二分之一 他开始磨爪子 开始摇尾巴 开始辩论初黎是谁的编辑 周川这种精神状态正式结束于 初黎被房东赶出来那天 他非常不刻意地表示 他可以搬到自己家 真的 你这一脸占了便宜的表情 会让我觉得 我刚才提出这个想法很荒谬 搬家的那天 周川特意买了猴子拖鞋 也订制了衣柜 他顺手接过他的行李 他牵着他的狗 让周川由衷地想要赞美一下天启 今晚的月色真美啊 果然 两个文化人的同居日常就是不一样 初黎编辑的第一篇文刊登 两人都第一时间去看编辑的名字 周川文章一直被爸爸否定 但是初黎却比他还要相信他的新书 两人被有心之人拍照 说举止亲密 处理被骂 却想着这样他的新书就会有热度了 终于迎来了新书发售的日子 他们一起等结果 由于新书发售过分的成功 两人开始谈起下一本书的签订 吸气奖金的处理本可以搬走了 在一个不想走和一个不想让他走的氛围里 顺理成章地留下 周川在经历牵手 接吻 打算把告白记上日程 却突然听坊间谣言 他喜欢他的网友狐狸君 狐狸君 问题大了 我是周川也是狐狸君 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 周川和狐狸君他竟然选狐狸君 什么眼光啊这是 那天他问我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可是我的脑干和嘴在闹分手 在我心里就没打你当成个女人 他生气了 他回中川的消息变成了轮回 回狐狸君却是秒回 明明我们已经 已经是那种关系了 我昨晚 抱你了 吸你了 该不会是 新年来了 曾经有无数对小情侣撒过狗粮的日子 两人都暗粗粗想要告白 因为醉酒 他意外打卡初吻 处理求助同事 我有个朋友 他好像喝醉了 周川找上江雨晨 就是我的新年载 就是我现在有一场感情戏 重点是我 男主角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回家过年的处理 换上手机综合证 独守空房的周川天天跟狗说话 二狗 我是不是对姐姐今天太凶了呀 你说姐姐到家了吗 你说姐姐现在在干嘛呀 要不只狗你来的 终于在新年的零点 周川决定放过二狗 大胆开麦 初吏 新年快乐 嗯 新年快乐 周川飞到初吏老家 不仅结婚了一场相亲 还喜即配初吏回高中的机会 初吏告诉他 其实他曾经的梦想是当一个作者 可是 当一名好的作者 是要有天分的 我没有这样的天分 所以他更要加倍做好编辑 两人在旧教室放烟花 周川复刻了自己的名场面 我没关锁 初吏也由衷地赞美了天气 今晚的月色真美 如果你还在 好想回我一下 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可以 终于 在新年假期结束的那天 初吏收到了周川的微博情书 从来没有想过 会像是正常人一样 拥有正常的 会对另外一个人产生依赖的感情 直到某一天 雪夜里 月光下 他对我说 今晚的月色真好 我推开了窗看了眼 嗯 他真是 于是我回复了他一个句号 句号代表着 迟疑 不愿言语 语 不得不回复 不得不回复 就是不得不回复 一直不住的 不得不得 总的难受大概就是 很抱歉 我是个胆小鬼 不过纵使不情愿 我还是想告诉你 真高性世界上 居然有这么巧合的事 我也喜欢你 正式告白的冲出宇宙 开始背着大家悄悄恋爱 别人夸昼川的作品 既是编辑又是女朋友的处理 获得双倍骄傲 又是偷笑 又是脸红 为了双方都能好好工作 他们定下源远是五公里内 是作者和编辑的规定 可是两人还没安静地谈缓恋爱 处理误会江雨晨是狐狸君 又突然在昼川那里发现了狐狸君的东西 终于 昼川的骂家掉了 出了一气之下搬了出去 昼川问二狗 看着我 狗神是要来干嘛去 刚才怎么不摔着我点啊 终于在盗窃 上门 又狐狸君陪他一起骂昼川的认错三连后 把老婆哄回了家 出了一心投入工作 恋爱的昼川变成了开屏的孔雀 要么扣死二狗 要么怒发推文 恋爱为什么会出现的淡气 恋爱的人就是不一样 连写作选集都透快了 可如此顺风的爱情一点也不远通 昼川的新书被质疑由父亲戴笔 加上圆圆生内鬼的举报 昼川甚至想过放弃写作 终于在两人的努力下他们澄清了谣言大方官宣 昼川更是凭借新书拿下了花枝奖 颁奖典礼上 父亲终于承认 其实昼川一直做得很好 尘埃落定 现在只剩一届时 曾经认为 一个人写作 一个人生活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只到一个意外 像个土匪闯入我的生活 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陪伴 于是不知道从哪天起 我突然就不想再一个人了 就像阴暗角落里的植物 偶尔见过阳光 从此向阳而生 做出决定时 这一刻的心跳 平静 却满透 我想把我的太阳留在我的身边 一辈子 作为时间单位 嫁给我好不好 好的 以上就是月光变奏曲主线的大致剧情 虽然我们主讲了主线CP 但本局的配角也都非常出彩 江玉成和顾白芷 获敬重远的成年人CP 初里和于主编的职场互助 周川和江玉成的相爱相杀 所恨大大和于主编 曾经也是周川和初里 但他吸引我的 绝不仅仅只是田 虽然他定位是小田剧 至少部分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有的BGM声音特别大 但他有许多精彩的台词 藉由编辑和作者的身份讲出来 文艺但不矫情 引起了我对这个行业的兴趣 他有作者对IP影视化的态度 有写文是流量更重要 还是故事更重要的讨论 有粉丝对待过期作者的态度 有严肃文学和网文碰撞 有内容的烂文 剧情的阉割 以及受作者、出版方、自方影响的剧情崩坏 这些出现在书籍里的东西 在影视剧中也常有 所以看剧的时候 我就在想像初里这样 懂得尊重作者和读者的人 怎么就不能多一点 我是罗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